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郎一样身材十分的傲人 魔鬼身材的她也是新一代金女郎的掌门人 可是这位掌门人并没有像前几代新女郎那样火遍大江南北 虽然出演了不少的大制作电影 可惜观众记住的只有她的魔鬼身材 相比于邱书珍 舒淇等等功成名就的新女郎 梦瑶显然是低了一筹 在事业上没有起司的她 感情上也不顺利 现在的梦瑶是一名单亲妈妈 嫁入豪门的她本来受到了很多人的羡慕 可惜才仅仅八年的时间 这位豪门太太就被抛弃了 如今37岁的梦瑶只能选择付出 不过如今的影视市场 显然已经没有了她的位置 魔鬼身材的她即使37岁了 依旧十分的吸引人 这么多年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如今的她除了在社交媒体 晒自己的日常健身片照片之外 还在一些电影里面出演一些小角色 也是一直不温不火 如今这个境遇也是让不少的网友唏嘘的 要知道当初她可是一直被王金当作是二代邱淑珍来培养的 杂在她身上的资源也很多 一合作就是周润发古田乐这样的大咖 可惜邱淑珍终究只有一个 梦瑶成名之路 在被王金看中之前 梦瑶在内地拍摄过不少的电视剧 可惜在剧里大多数都是不知名的配角 所以一直都没有什么名气 在圈里陆陆续续的拍了几部的影视剧 一直没有什么起色 不过因为身材火爆 梦瑶之前当过模特 也就是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王金 于是被王金相中 在2008年的时候 参加了王金导演的电影 《我的老婆是赌胜》 在这部电影里面 她饰演身材火爆的女主角龙盈盈 因为身材火辣长相出众 在这部电影之后 她开始走红 这部电影里面 她的搭档是影帝张家辉 可以说一和王金合作 获得的就是顶级资源 凭借这部电影 梦瑶当时也是小火了一把 因为颜值高 身材好 在剧里的形象出众 因此也是被不少的人所认识 之前搭档的演员都是大派 参演了不少的大制作电影 和古天乐周润发等影帝 都有过合作 当初还拍摄过金钱帝国和未来警察 在剧中的角色 基本上都是身材大的美女 在澳门风云2里面 和周润发一起搭档的戏份也不少 但是那就是没有爆火起来 三次和周润发合作 她的戏份都很多 可惜的是 被王金捧了十年多的时间 她却始终没能大红大紫 当初在因为 我的老婆是赌神成名之后 梦瑶的资源开始越来越出色 街道的代言也有很多 在有一次代言广告中 梦瑶就遇到了她的丈夫周磊 当时梦瑶在拍摄一个内衣广告 正好她的丈夫就是这家内衣公司的老板 身材火爆的梦瑶 立刻就引起了老板的注意 周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家里十分的有钱 当初两个人认识之后 也是很快就确定了关系 随后就宣布了结婚的消息 结婚的时候 梦瑶十分的疯狂 而且她的公公直接送给了梦瑶 1600万 并且还有一座豪宅 当作他们新婚的礼物 可以说她拿到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不仅事业有成家庭上 也是成功的加入了豪门 加入豪门之后 她就慢慢的淡出影视圈 原因是她的丈夫不喜欢 她在外面抛头露面 因此梦瑶安心的在家里 做她的豪门阔太太 生活上也是因事无忧 结婚之后 梦瑶还给周磊生了一个孩子 可以说在当时外人眼里 他们的家庭十分的幸福 不过好景不长 最终两个人还是走向了离婚的地步 在2020年的时候 梦瑶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文章 公布了自己和丈夫已经离婚的事实 梦瑶表示 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登记离婚了 两人多年的感情也是化为乌有 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性格不合 在结婚的那几年 因为忙于自己的家庭生活 错过了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如今离婚宣布付出的她已经37岁了 虽然颜值和身材依旧在线 但是想要再度活起来 几率非常的渺茫 现如今的她在社交媒体上面十分的活跃 颜值身材依旧在线 她经常活跃在健身房 以此来保持自己的好身材 她在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最近的情况 从照片上面看 她的样子还和当年一样 岁月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什么样的痕迹 当年除了在电影上面有所成就之外 梦瑶还把目光放在了音乐上面 推出过个人单曲 可惜的是双息发展的 她因为结婚就很少活跃在荧幕上了 只是偶尔会有一些作品 尚会看到她的客串 大荧幕上也是少了一位养眼的美女 如今她也经离婚两年多的时间了 她也开始为自己的付出做努力 前不久就发布了自己的新单曲 还有歌曲mv又是在社交媒体上秀身材 又是发布单曲 看来37岁的梦瑶在脱离了婚姻的枷锁之后 就变得更加自由了 她表示自己将带着更好的态度 开始迎接新生活 作为一代金女郎掌门人 梦瑶不管是颜值还是演技都非常的不错 只要有这机会还是可以再度哄起来的 现在的她估计要走实力派的路线了 毕竟现在娱乐圈的花瓶太多了 不靠实力吃饭是走不远的 不知道付出的她是否还会和王金合作呢 你们觉得作为金女郎掌门人之一的梦瑶 在哪部剧里面的印象最深刻呢 如今37岁付出的她 又是否会和王金再次合作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